我们会更加努力操作理想大部分外界 自主学习成果展中 时所来自基隆其心北的高中职学生 各自展现短片制作 语言学习 游戏编程等 展现丰富的自学成果 进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计划书 在研究的过程中 会有从00000到999的数字中 动静态成果展学生相互交流 分享收获 这一组基隆女中学生 分享制作中药膏的奇妙过程 我们的主题是 探索紫云膏与清代膏的奇妙世界 然后我们一开始其实不是想要探讨这个 是想要探讨紫云膏跟阿斯匹林 但因为与老师讨论过后 发现那个原料取得不易 所以我们最后才决定要做紫云膏跟清代膏 那我们的动机是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组员在夏天的时候 很容易被蚊虫叮咬 所以我们就想做出一个实用的东西 让我们在被叮咬的时候可以立刻抹上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是数理科技实验班的学生 接触过了很多不一样的课程以后 我们觉得药很神奇 所以就想提早接触跟药物有关的化学实验 那我们在过程中呢 也学习到了很多重要知识 然后也学习到了在平常上课 学习不到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次的自主学习 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自主学习 还有这基隆高中学生自制的电玩游戏 我这次自主学习开发是做出一个 Robot游戏 我在这次学习中学到了各种 就是城市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游戏机制或是建模 游戏音乐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还有语文学习的项目也充满挑战 自主学习呢 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印尼文 和家人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 也学到了就是时间的规划 非常的重要 然后未来呢 我想要用印尼文 将台湾的文化美食啊 宣传给印尼的朋友跟家人 不只怀抱宣传台湾的梦想 还有音乐创作 学生们各自怀抱梦想 对于时间规划及管理都颇有心得 迈入第三年的高中职学生自主学习联合成果发表会 参与的学校与建树越来越多 今年特别选在海科馆国际演讲厅举行 期待学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都能有满满的能量 未来学生怎么学习 他们才能够具备未来力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办自主学习的一些发想 所以我们在培养这个新世代的一个学生 他们如何透过自我学习 自主学习 这样呢 来建构自己未来的一个未来力 建构自己的未来实力 孩子们相互交流 自主学习的执行经验 与探索未来发展的机会 期许藉由创意发想 激发更多的学习热忱与能量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